现在的女生找对象,她到底有多纠结呢?你真的是不知道啊 今天来了一个95年的女生,长得白白净净的,身高有1米68,身材还挺好的 相貌能打个气氛左右,本科学历,稳定的工作 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一看,她的年龄长相也都不错呀 按说不难找嘛,结果我跟她周旋了一个上午才明白 为什么她这么难找了 刚开始说,想看一些优质男生的资料,于是我就给她找了几个 北京有房有车,学历高,收入高,长得也很好的男生资料 她看了之后呢,觉得确实挺不错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就开始说了 这些人条件这么好,人还这么优秀 我担心人家选项太多了,不会太着急结婚 最后还看不上我,挺浪费时间的 有没有那种靠自己打拼的男士啊 事业做的也不错的啊,不是那种靠家里的 于是我就给她看了几位自己开公司的男士的资料 她看了一会儿,又开始说了 哎,这些做生意的会不会太忙了呀 肯定不会很顾家,一年到头啊,应酬也不少 还总出差 然后她在外头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啊 这样的话,我觉得太没有安全感了 不行不行 还是想找那种踏实一点的 比如什么在大厂上班的,做IT类工作的男生啊 性格闷一点,收入低一点都没关系啊 能在北京买个房子就行 这回啊,我又找了几个男生资料给她看啊 她看了一会儿 又说 你说这种搞技术的男生啊,会不会真的很直男 生活没有情绪,情商也很低 回家啊,就知道打游戏 一放假就在家里了 想想如果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 还是有点可怕的,太无趣了吧 最后,她说要不就还是找那种条件好一点的 自身有些短板的吧 比如,有钱但是长得丑,或者呢,长得帅离异的 或者呢,就是条件好,年龄大的 然后她说啊,能不能看这一类的 我看她这么纠结就跟她说啊 姑娘啊,你这样找可能是找不到的 最后你一个都不会满意 所以呢,你怎么都找不到 有句话你有没有听过,说的挺对的 你如果选择了一个会赚钱的男人 那你就得接受他的不顾家 你如果选择了一个顾家的男人 你就得接受他不赚钱 你选择了一个帅气的男人啊 你就得接受他的花心 你选择了一个能干的男人 你就得接受他呀,霸道不讲理 你接受一个家境好又听话的男人 那你就得接受他,可能是个妈吧 所以现在的女生能有多纠结啊 想找帅的又怕花心 想找潜力股呢 现在又不愿意跟别人一起过苦日子 想找收入高的呢 又嫌人家太忙了,没有时间陪她 想找成熟稳重的呢 又怕自己hold不住 所以啊,就不断的在各种内心的男人中徘徊纠结啊 逐渐的就把自己年龄拖大了呗 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 没有缺点的人呢 对吗 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啊 真的是谁也看不上谁啊 谁也不服谁 都觉得自己呢是number one啊 他们各自对对方的要求还很多 彼此还不能达成共识 你们就看啊 现在的单身男女啊 真的蛮地都是 但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单身呢 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 真的不是 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男女啊 想法很对立 好多的问题根本聊不到一块去 还三观相合呢 我看他们三观都不住在一个星球上啊 你比如说啊 男生啊 现在他不愿意追求女生 因为追求就代表着 要请客要吃饭 要送礼 要发红包 要转账 还要跪舔 要讨好 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 都是父母疼大的 凭什么我就得那么惯着你啊 而且现在追求女生的成本也很高啊 现在男生都会算账了 如果追一个女生需要三个月 平均一个月要花一万块钱的话 那就是三万了 一年下来啊 十几二十万 没准啊 最后都没戏 那这些钱不是都打水漂了吗 所以说啊 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啊 他只会越花越少 甚至他不花了 这个就是为啥啊 男生现在谈恋爱啊 变call了 他们说啊 能处就处啊 不能处就拉倒了 反正啊 我这辈子只给三个人花钱 我妈 我老婆和我女儿 这话真的没毛病 如今追女生啊 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 可能亏得一塌糊涂 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啊 他约了很多女人 最后都没成 可是呢 约会 见面 吃饭 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是他在承担啊 那你们说这种亏本的买卖 还有谁愿意干呢 但是女生的想法啊 可就不一样了啊 女生想的是 你追求我的时候啊 不得拿点诚意出来吗 我不需要你那些虚情假意的 虚寒问暖啊 早安晚安的 那都是渣男啊 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画大饼 嘴上说的再好听 也不如你拿点实际行动出来 如果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都那么小气 那以后结了婚 那是不是更抠门啊 这种小气的男人 我别说跟你结婚了 就连跟你谈恋爱的机会 我都不给 舍不得给我花钱的男人 那说明他不爱我 那我还跟他交往什么呀 对吧 说白了啊 就是得给他们花钱 才行得通 还有吧 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啊 女孙总是想啊 咱能不能多聊聊天啊 早早感觉 再出来见面吧 这天都还没有聊好啊 见什么面呀 那男人想的可不是啊 男人觉得 那面都不见 还聊什么天呀 哪有那么多天好聊啊 聊啥呀 还有啊 关于那件事情啊 女神想的是 你啥都还没有对我付出啊 你还想碰我啊 想白嫖啊 没门 就算你付出了一点 那我也得看你啊 诚意有没有到位 就女生他有一种啊 纯属是交易的感觉了 但是男生想的是啊 我饭我也请你吃了 礼物我也给你买了 转账你也收了 怎么碰一下都不行啊 哎 总之啊 我真的见过那种 花了不少钱 最后连女生的手 都没有碰到一下的男生 最后女生都说不合适啊 所以呢 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 愿意去追女生了 大家都应该知道啊 爱情其实它是双向奔赴的 互相看得上啊 就接触 看不上啊 就拉倒 你别用那些慢热 仪式感什么礼物啊 这些东西为理由 让男生一味的去为你付出 这个真的不叫爱 这个只是在索取嘛 你们到底弄明白了没有呢 觉得我说的对了啊 给个小心心再走啊 说实话啊 现在有些家长啊 实在是太爱参与孩子的感情生活了 这样到底好不好呢 那些不合适的被你们搅黄了 也就算了啊 但是那些挺好的被你搅黄了 那真的太可惜了 好不拉 前不久呢 有一个母亲 带着她女儿来征婚的 提的要求就是 只要对方经济条件好就行 其他的短板都能接受 比如说年龄大十几岁也可以 离过婚的也可以 只要没有孩子在身边就能接受 资产必须得高 她觉得自己啊 生了个天仙般的女儿 必须过上那种食指不沾洋春水的贵妇生活 但是看这女孩吧 确实外貌形象特别好 学舞蹈的啊 气质啊 非常促成 性格呢 也很招人喜欢 唯独就是年龄偏大了点 二十八岁了 他们在众多的男生当中呢 选出来了一位三十四岁的博士 男士的家庭很优渥啊 自身也很优秀 可是两个人接触了两个月 这位女孩的妈妈就迫不及待的想见见这位优秀的年轻人 那就约着见了一面 见到这个未来的女婿的时候啊 她还是满心欢喜的 可是这个母亲的一席话呢 直接就终结了两个年轻人的来往 她对男生说啊 哎呀 你不知道 我家这个宝贝女儿啊 从小就被我们惯坏了 家里的事啊 从来没让她动过手 就是到现在 大多数时候 还是我给她洗衣服做饭呢 她自己的生活 根本就料理不清楚 哎那以后啊 就得你担待着点儿 虽然她这个话啊 听着好像没毛病 不过就是想提醒男士 自己的女儿 从小就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以后啊 你得对她好点儿 这个男士回去之后啊 就没再联系过这个女孩了 后来呢 他们又相中了一位资产过异的成功人士 自己呢 有公司 财富自由的男士 比女孩大了十多岁啊 但是呢 男士是一位非常有风度的人 成熟稳重聪明睿智的性格呢 非常吸引这女孩 两人呢 也是交往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这回啊 这位母亲就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了 没有再那么着急的去见男士啊 怕自己啊 又说错什么话 可是呢 就这个时候呢 女孩有个假期 想去海南度个假 男士呢 就把海南那边自己的一个别墅的钥匙呢 给了女孩 让她带着妈妈在那儿坐一阵啊 好好休息 结果这位母亲到了别墅啊 按捺不住了啊 坐下的第二天 就跟打扫卫生的阿姨啊 打听男士到底有多少房产 公司规模有多大 大概真实的身家有多少 打听了很多关于男士离婚之后 分给前妻多少资产等等 问了一六够啊 这回好了 刚住到第三天 男士啊 就找了个理由 让他们啊 去外边找个宾馆住 说自己的别墅呢 临时有个重要的事情要用 不方便啊 让他们再坐在这里了 大家来说一说啊 人家家里的保姆 不向着自己家的主人说话吗 难道还能向着你 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啊 他完全没有用脑子想一想 这些话 你倒是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对方会怎么看 你这个母亲 最后 人家会怎么评判你的女儿 你们觉得 家长参与 到底好不好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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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